《健康同学会》 大家好 安德蘇老師來 我們就知道今天又要講 跟食物有關的議題 對 健康的議題 對 好 另外歡迎 今天應該是李太太的身分 五年六班的王二玲瑞好 大家好 五年五班的劉俊耀 俊耀好 大家好 健康 俊耀沒有準備東西 但是他今天可以來試吃很多東西 負責試吃蛋 對 負責 吞蛋或者是 以前跑社會組的晚上跑夜店 都在喝生雞蛋 對 談到這個雞蛋確實 真的 對 安德你還記得嗎 上一次我們做了一集 就上班族的元氣食品 當時你還說雞蛋看起來很平庸 原來是一個好東西對不對 對 其實雞蛋我們一定每個人常吃 對 但是我們不自覺的 其實蛋分布在我們的周圍 沒錯 有鹹鴨蛋 有雞蛋 對不對 雞蛋有煎蛋炒蛋 有煮的 對不對 還有直接擺在水裡面 腳腳就很餓的 還有可以用生吞一生雞蛋 對 生吞的 到底哪一樣對我們健康好 對 那其實但是我們今天主題之一 我們今天最主要是有幾個 很多 似懂非懂的 醫學常識 對 似懂非懂的 是飲食的一些迷思 對 有時候大家似懂非懂 不但似懂非懂 還裝懂 對不對 那其實這些東西 有的是錯誤的 我們要糾正大家 對 或者是 這個也沒什麼錯誤可言 它是這個知識散播在一個迷霧當中 比如說有時候網路裡面 因為太發達了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到底蛋怎麼吃 比較容易消化 這個沒答案 對不對 我覺得 但是到底煎炒煮炸 哪一個比較容易消化 吞的 直接最好是不要煮 就吞下去不是 那是好吞 真的嗎 我不知道 我是這麼想 你看 你看 蘇主任在搖頭了 好 所以事實非懂的 你要裝懂 也不能裝懂 一定要讓你今天懂 對 我們今天有好多題目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有哪些大家可能是覺得 好像知道其實不盡然是這樣的答案 我們看第一個 雞蛋是不是煮得越熟 越容易消化呢 弟弟來了 跟你剛剛講的相反 因為就是說骨骼會不會因為 鈣質吸收而變得更加強壯 這時候是不是要多吃鈣 答案令我們很意外 對 蔬菜籽 這邊應該講是說 市售的一些蔬菜汁 那特別取代我們的蔬菜呢 因為蔬菜汁比較方便 就喝就好了 對啊 那麼晚吃蘿蔔 早吃薑 長寶健康 我記得早吃薑好像之前 酥酥藥有講 酥酥藥有講過 對不對 早吃薑 還早吃蒜頭 我忘了 酸的水果會不會就是酸性的 多吃糖到底會不會得糖尿病 濃茶可以解酒嗎 這體菌要最重要了 其實現在過年到也是一樣 對 好 答案也是令大家意外的 喝清酒比啤酒更不容易發胖 應該會吧 因為啤酒是賣嘛 那清酒是什麼做的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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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的小法跟我一樣 狗狗這樣吃應該是比較容易消化 而且它咕咕咕咕吞掉就好了 對 可是我的想法是說 看人來煮蛋你知道嗎 看人看什麼人 黑人來白人 那就皮蛋跟白雞蛋而已 然後來煮蛋嗎 沒有 我是說比如老人家 他不太不易吞咽 那我會煮比較說太陽蛋給他吃 然後裡面半熟的糖心蛋 對不對 那如果說像我的話 我自己不喜歡吃太熟的蛋黃 因為我覺得常常要配開水才可以吞得進去 會疊到 是吧 那我也很喜歡豆漿裡面加生雞蛋 對 那超好喝的 就小點蛋花 這要看人啊 因人而利 你覺得是茶葉蛋容易消化 還是荷包蛋容易消化 我覺得應該荷包蛋 荷包蛋啊 荷包蛋很容易消化 茶葉蛋不容易消化 不要當兩光同學 不是啦 因為一個是比較接近固體的 一個比較接近液體嘛 那你想用液體你去攪拌 一定是液體比較容易容易解 對 我認同他 我覺得是 這是物理嘛 好啦 我們不用茶了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提到的重點 似懂非懂 真的 我們大家似懂非懂 然後講這個理由好像 還有裝懂 對 你這句話讓我想到有一句言語 男人喜歡啊 不懂裝懂 女人都是喜歡啊 懂裝不懂 傻傻的 真的 真的 對啊 可以問男生 可是今天是大家一定要懂 今天兩位專家幫我們解答 我手上有資料 對 用營養跟消化吸收率來看的話 煮的跟蒸的是100分 煮的跟蒸的 100分 煮的跟蒸的 炒的 不要炒焦了 炒的97分 炒的97分 然後荷包蛋92.5分 荷包蛋很少 弱一點點 然後老炸的 炸得很老的 81分 所以它煎太久 然後生吃50分 對 你看吧 生理的觀念都錯了 但是我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生吃的不容易消化 生吃的這麼容易消化 像蘇老師講 我今天講的一個就是說 你看那個荷包蛋 你如果煎得太熟 你旁邊是不是會有那種焦掉的地方 然後你咬的時候會不會好像咬不爛 對不對 對 咬不爛 你像你的白煮蛋 你基本在嘴裡這樣咬一咬一咬 就好像糊糊的就進去了 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煎得太老的話 你旁邊那個濕濕的就咬不爛 那你想想你咬不爛的話 不是說我腸胃道不能消化它 而是消化的力氣要花多一點 但是因為我們的胃呢 其實胃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分泌很多的胃酸 讓食物變成糊 變成那個食物的糊 那你像你煮的蛋 嘴巴咬一咬到胃 就已經是糊了 幾乎它就胃酸混一混 它就可以再下去了 但是你如果那個絲絲 它要花一點時間 可能絲絲很好吃耶 我那個很硬耶 咬不動啊 就像邊邊這樣絲絲 對 就一定有點咬不動 你要嚼多吃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從消化率來講 它就比煮蛋來得差 鄧麗君他的歌喉這麼美 不是說聽說他媽媽從小 就讓他吞生金蛋耶 你看 可能不方便消化 我覺得是說有時候 吞生雞蛋這個是一些 比較民間的一些傳說 那 就像說我們鄧麗君 他吞生雞蛋 好像對喉嚨好處 可是實際上 是沒有什麼實證醫學 來證明說 你真的吃生雞蛋 就歌喉會比較好 其實是沒有這樣證明 我覺得還是 所以人家可能是天生 還是因為鄧麗君 他天生是有好歌喉 但是把這個生雞蛋 把它加成起來 不是因為生雞蛋 去改變他的歌喉這樣子 那一般我們在講蛋白質的食物 其實我們 我們的想法會覺得說 越新鮮的越好 那就會覺得是說 像說我如果是吃蛋 如果是生的 新鮮的 是覺得是最營養的 那實際上蛋白質的食物 就像說我們吃肉類 這樣蛋白質的食物 其實你還是要適當的噴調 那噴調的過程 就加熱的過程 其實它蛋白質的那個質地會改變 那當然是讓你容易吞咽 吃起來有香味 這是很重要一點 但這個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經過適當的噴調的時候 其實它整個對你腸道的消化吸收 是有幫助的 所以在生雞蛋的時候 其實它消化吸收的那個效率 並不是很好 而適當的噴調 但是不要過分噴調 適當的噴調 就是說把蛋煮熟了 煮或蒸 但是也不要煎得太熟了 或者說像我們講說 阿婆那個鐵蛋有沒有 阿婆鐵蛋它的吸收率就會很差 那個就很難消化了 那個就很難消化了 所以適當的噴調 是可以增加你的那個蛋的消化吸收率 所以對蛋的料理 我們就要中庸就對了 在美國醫學界有研究過 他們每一年 因為那個生雞蛋 那個感染到沙門斯菌的都很多 因為我們目前就是雞蛋生出來以後 那個殼上面會有很多的沙門斯菌 那所以因此你如果說沒有好好的清洗 或烹調的時候 會吃到這個菌 會拉肚子 拉肚子很嚴重 那這是一個說 就外表的處理 所以因此你這個蛋拿來的時候 最好就是在家裡面 我知道現在的家庭主婦都會稍微清洗 清洗完了之後洗乾淨 它才會放到冰上去 它絕對不會說 就是上面還有那種 以前早期還有那種上面還有雞大便 那個很危險 我跟你講那個很危險 還有稻草的那個屑屑 對 那個稻殼 因為為什麼你敲的時候 就很容易進去 沙門斯 尤其是如果是你煮熟的話 那個菌就氣飄飄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煮熟 像你那種吃生雞蛋 那就烙賽了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知道 現在非常嚴重的一個叫做禽流感 非常嚴重 這我們怕得要命的 現在目前是沒有大規模爆發 但是如果大規模爆發 這個是不得了的 那所以因此呢 如果這個雞感染了禽流感 生下來的雞蛋 它蛋裡面的生蛋 就有H5N1這種高致命性的 這種病毒在裡面 那如果說你吃生蛋的話 那你就真糟糕了 所以你要吞生雞蛋的時候 你最好保避糧 保避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第一件事情是你的雞 沒有感染禽流感 第二件事情是你的蛋殼 都洗得很乾淨 但是問題是 你怎麼知道你的雞沒有禽流感 不知道啊 所以我跟你講 算了就是最好不要吃生蛋 所以你的這杯偏方 這杯本來是要獎賞你的 對啊 原來要獨愛我 有H5N1 這一杯是說 有很多的老師 去瞭解 就是他們要互賞 然後就保護我 就是用熱的開水 沖這個蛋清 加一點茶葉 蛋清而已 加茶葉 對 互賞 本來想說每天 所以這杯本人就心領了 那另外一個啊 不敢喝 喝酒的人就更有迷思 喝酒的人啊 都說在喝酒之前 喝一顆生雞蛋啊 可以保護胃壁 讓我們的胃壁 也比較不會去吸收酒精 所以比較不容易醉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那生雞蛋呢 因為呢 因為裡面有細菌嘛 你說的嘛 但是呢 酒精是可以殺菌 所以就把它 以前啊 流行喝黑啤酒 打一顆那個土雞蛋下去 所以這樣也可以殺菌 然後還可以狠補 小弟我喝了十一杯就吐了 那你沒笑嘛 不是沒笑 是鼓啦 是喝太多噁心啦 他是這兩個問題 這個很多人的迷思 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蛋白質的食物 很多人會覺得 蛋白質好像對身體 是一個保護性 所以有一些人就是說 要像有潰瘍的人 他就覺得吃蛋白質的食物 會有保護 先打個底 像牛奶啦或是蛋 都覺得是很好的食物 但實際上這種蛋白質的食物 在我們的胃裡面 它是刺激胃酸分泌的 所以不太是建議說 你單獨是吃一個蛋 所以可能會覺得是說 我今天吃一個蛋 進去好像會把整個胃壁 把它保護住 其實是不然的 反而容易刺激胃酸的分泌 是 那我們現在 那我們打一個生雞蛋 然後再喝一杯熱開水 那個蛋是不是煎熟了 在我們的胃底下 那我們就要把胃面的道理一樣 對不對 把胃面先喝開水 保護胃壁 我跟你講 你這樣講得大錯特錯 真的喔 因為為什麼咧 胃胃酸 不是 因為我們的身體 都是維持37度 你太熱的水 你是喝不下去的 所以他現在不是裝懂 你如果說 所以根本煎不熟 如果說胃胃安德 如果你的胃裡面是100度的話 你的胃也熟了 對 變成叫肥安德度 有沒有 豬度啊 所以沒錯 就叫做似懂非懂 對 而且還不在製作聰明 好 我們現在 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聽說呢 這個俊耀也有帶來很重要的小報告 對不對 還有瑞麟也有帶來很重要的小報告 很重要 比如說這個鴨蛋 我們常吃的這個叫做什麼 荷包蛋對不對 都是煎雞蛋對不對 但是鴨蛋比較大顆 為什麼沒有人拿來煎荷包蛋 對不對 因為它比較貴喔 對 或者是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俊耀的 它是吃生雞蛋 會不會聽說會不會容易掉頭髮 這也是一個迷思 那他的頭髮應該也很 我們先進了訪 回來之後來解答這些問題 對 好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好 所以我們剛剛呢 上了這個蛋的一刻 就是說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每天大家可以吃一顆蛋 那也不能太過量 沒錯 可是蛋有很多的迷思 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對啊 我們來看兩位同學 帶給我們的小報告 來你看 小心喔 常吃生雞蛋的頭髮會掉髮 是真的嗎 因為呢 生雞蛋的蛋白裡面有一個抗生物素蛋白 那這個東西呢 會跟我們體內的生物素去結合 就抑制了生物素的吸收 那呢 這個生物素減少呢 我們的生物素 在人體裡面的主要作用是什麼 讓我們頭髮保持健康 所以如果缺乏了生物素 因為你吃了這些抗生物素蛋白 所以缺乏了 那頭髮就會掉髮 所以這個是對的 講得好像在上我們的營養課 其實大家不用那麼緊張 這個是因為就是說 我們講這種生物素是一種B群的維生素 其實來自於各種食物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今天吃的是生雞蛋 因為生雞蛋裡面有這種 會把生物素抑制吸收的一個蛋白在裡面 還沒有煮的過程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煮了以後就OK了 而且就是說 在比較早期的一些營養學的研究 就有發現到就是說 他讓一個實驗者 他吃很大量的 大概每天吃十個生雞蛋 然後可能連續吃了一個 一個禮拜以上 就發現說他會開始掉髮 那後來才研究出來 這個是因為他裡面這個蛋白 會跟這個生物素來做一個結合 那影響到生物素的吸收造成的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大家也不用那麼緊張 因為其實你可能是一天吃一個蛋 那稍微可能我們是不太建議去吃生雞蛋 所以說偶爾吃大概也不會掉髮 不用那麼緊張這樣子 那生雞蛋基本上就是不鼓勵吃 所以說到剛剛一直在摸他的頭髮 現在戒酒之後也沒有再吞生雞蛋 不過如果頭髮應該長太了吧 如果他像過去那樣子 就是說吃生雞蛋加黑啤酒 每天如果都吃一米 那一定是掉頭髮 還好他沒有做下去 那肯定會掉 真的喔 那請教一下 那黑啤酒加生雞蛋真的會那個嗎 你覺得呢 你有嗎 算了 但是先醉了再說 我想我們還是把它講清楚 好 不贊成吃生雞蛋 是完全不贊成 對 所以希望大家聽清楚 不贊成吃生雞蛋 好 而且吃生雞蛋 絕對沒有比較有營養 對 也絕對沒有什麼狀況 那通通沒有 通通都沒有 就是討論那麼多 告訴你通通沒有 而且肯定有H1M1 所以我們網路上 Facebook留言的同學們 你現在清楚了 都已經答合得解答了 對 好 我們現在由瑞玲 再拋出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呢大家都只會吃雞蛋 然後不會吃鴨蛋 對不對 事實上鴨蛋的營養 並不比雞蛋差喔 對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鴨蛋的蛋黃 成本其實差不多 但是鴨子竟然在水裡面 能吃到一些小魚小蝦 所以Beta胡蘿蔔素 跟角黃素含量 會比雞蛋高 所以我們煮起來 鴨蛋是不是會比較紅色 對不對 蛋黃比較紅 還有 而且這個鴨蛋 比雞蛋好處說 它還有滋液清肺的功能 我剛剛問老師老師說 對 所以鴨蛋烹調的時候 營養素不會損失 然後它有機物質 易於消化吸收 然後吸收率可達95%到97% 那也很高耶 對 但是如果說有一些人 想去掉一些腥味呢 可以在烹調的時候 加一些什麼調味醬來幫他弄 通常是我把它煮成白煮蛋之後 放到一些滷湯一起去滷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 偶爾還是會滷那個三層肉 把它丟進去滷 超讚的 口感 真的比較好 真的 不過Beta都是蛋對不對 我們吃雞蛋的比例 比吃鴨蛋高太多了 這是為什麼呢 我想吃跟生產有關係 也就是說雞是很容易生蛋的 鴨可能比較難 那鴨的產量本來就比較少 不過就是說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鴨蛋到底是不是比雞蛋要有營養 因為一般人會看東西就是會覺得說 它蛋黃比較紅 就覺得好像營養價值比較高一些 其實以營養整個來看 其實他們兩個是大同小異的 只是說它可能比較紅就是因為 它的Beta胡蘿蔔素或是角黃素 這種東西含量比較多 那另外就是鴨蛋本身也比較大 跟它體積也是有關係 所以它的蛋黃是會比較大一些 它實際上營養價值是差不多 所以這個就是雞比鴨多嘛 對不對 它我們可以問一題 不知道有沒有離題 可是就是說 我們常常老一輩會說吃鴨肉 或是鴨蛋它比較毒 可是安德你知道嗎 有些人鴨蛋就是玉慶的時候 會把那個鴨蛋是煮熟之後 滾啦滾啦滾啦 那鴨蛋就散掉 我不知道啦 真的啊 這個是... 它神奇也可以吧 神奇狗 我聽過就是把那個鴨蛋對不對 然後把它煮熟之後 一直在那個腫的地方 雞蛋也可以 因為它有溫度啊 那我跟你說 同樣的用雞蛋煮熟的滾滾滾 應該是一樣的 如果那個有效 你用熱熱的包起來 可是也可能 有可能就是鴨蛋可能 它面積比較大 所以你滾的 好滾啊 好滾 原來這樣子 我跟你說真的是離題 可是我覺得 因為很多人有這個迷思 對 不過我要問的沒有離題 我要問潘老師 為什麼我們鴨蛋 我們鴨蛋都做成鹹鴨蛋 對不對 那鹹鴨蛋 它是加了很多鹽巴 還是怎麼弄的 那是不是 不能多吃鹽的人 就要避免吃鹹鴨蛋 鹹鴨蛋怎麼做 我倒真的不知道 鹽水 還有鹽水 這是有沒有離題 對 不是 但是確實 不是 他問了後頭的 因為怎麼做 我是不知道 因為我並不是所有的食品 加工業我都懂 但是如果說是它確實 因為我自己吃過鹹鴨蛋 我知道 因為它確實是比較鹹 比較鹹 對 所以在吃的時候 我覺得有的時候 我有看過有些人吃 我都很怕 為什麼呢 他就把那個鴨蛋 就打一個口 結果在那邊慢慢吃 慢慢吃 我說你那個太鹹了 他不會 很多人就這樣說 我覺得這個不行 那個吶含量太高 對 它最好是 最好是要配著白飯吃 配著白飯吃 對 我們來複習一下 剛剛的Endy 雞蛋越煮越少 是容易消化 看來這一顆雞蛋 好 我們趕快答案揭曉一下吧 對 好 我們趕快看一下 是要看熟度而定 就是說是不是它的熟度 剛剛老氣盤老師 講得很清楚 雞蛋煮的時間過長 蛋黃表面反而會形成 灰綠色的硫化芽鐵層 很難被人體吸收 蛋白質老化會變硬 所以影響師也不易吸收 剛剛好 對 剛剛好 對 剛剛好 好 那第二題 第二題 骨骼會不會因為你鈣質吸收 會變得更加強壯呢 多補鈣是不是 應該會吧 一定會 所以我們都要吃鈣來補充 讓我們變得強壯 其實我們的骨骼 骨骼最主要的一個礦物質 就是一個鈣質 那一般人就會覺得是說 那是不是 如果說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營養 那我是不是吃越多越好 其實我要提醒 尤其有在吃鈣片的人 很多人會覺得是說 我吞鈣片 那當然我們現在的建議量 是像說一天 你至少要吃到一千毫克的 這樣的一個鈣質的量 那很多人就會去買鈣片 那一般的鈣片 大概就是五百毫克 那有些人就會想說 那我一次就給它吃兩顆 變成一千毫克 但實際上它的吸收 人體對鈣質的吸收 是有一定的量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做補充 我們最大的吸收量 大概差不多四百左右而已 所以你一次吃一千 他也吸收四百 你吃五百毫克吸收四百 所以實際上我們比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補充鈣片 大概就要分開來吃 但鈣質的吸收 是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要看你要 怎麼樣去補 那如果你怎麼樣去吃一些 天然的鈣質的食物 來增加你的一個骨格的健康 好 我們來揭曉一下 這邊我要講一下 這個骨質跟四個因素有關係 你不要以為四個因素 一個是鈣質夠不夠 第二個是有沒有負重 骨骼有沒有接受到重量 所以你一定要運動 你不運動的話呢 他就沒有辦法強壯負重 第三個是陽光或者維生素D 因為我們的維生素D 其實從食物來的非常少 一定要靠陽光 所以我就特別講陽光 不講維生素D 其實是陽光 最後一個是細胞的活力 所以細胞活力 什麼叫細胞活力 就是說在骨頭裡面 上次我講過有一個叫成骨細胞 一個叫死骨細胞 細胞如果很活躍的時候 他的東西來了之後 他就會幫你做骨頭 但是如果細胞不活躍的時候 東西來了他也不幫你做骨頭 所以在歐美有一個非常大型的研究 就發現七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 每天補充這個充足的鈣質給他 沒有用 如果說是他的骨質已經疏鬆 就已經沒有幫助 七十五歲以上 所以你可以發現七十五歲是一個節點 就是說在七十五歲以上 如果再補充這麼多的鈣質 沒有用 所以你真正該補充的是 真的是年輕的時候 就是年輕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陽光 要負重 然後要鈣質要充分 那到六十五 比如說六十歲或六十五歲以上 因為中間還有十年 到七五還有十年 那時候可以略微提高鈣質的量 就從一千毫克每天 可以增加到一千兩百毫克 到一千三百毫克左右 所以這是有差距 你不要以為 都是一樣 所以如果說電視機觀眾朋友 有人是七十五歲以上 就不要再大量吃鈣了 那個沒有用 已經沒有用了 而且反而會引起更多的問題 因為在上 在當時做的這個大型的實驗裡面 我們就專門找了七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 大概我記得當時 就是有上萬人在全世界 然後很多的老年人 最後都退出實驗不完了 為什麼 因為他吃那個一千兩百毫克的鈣片 胃不舒服 胃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有的人還會有一些像 像血鈣太高便秘的問題 所以大家不要 就自動退出 我不完了 但是真正做完的人去測 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所以七十五歲以上就不必 了解了 最新的醫學發展 對啊 所以老師也提醒我們說要曬太陽 你記得上次我們講 妨礙的一些保養 就是要重進太陽 記得嗎 當然記得 那就要曬一下太陽 那就要曬一下太陽 對 趕快存一下這個骨本 好 所以骨骼會不會因為鈣質吸收 變得強壮的是錯的 因為骨骼的構造 我們就把它形容是鋼筋混凝土 那鋼筋就是鈣 混凝土就是蛋白 所以必須要這個鋼筋跟我一起搭 就是你必須要有鈣跟這個蛋白質 一起接起來 對 那高蛋白食物 像魚 蝦 瘦肉 雞蛋 牛奶 大豆 那高鈣 乳類 豆類 海帶 蝦皮 蟹菜 芥蘭菜等等 所以鈣跟高蛋白食物 有蛋白質的東西要吃在一起 然後再加上潘老師說的 太陽 還有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還有四項 運動非常重要 因為你可以看到 你就算躺在床上 你一直補鈣片都沒有用 沒有動 那個細胞不會被激化 因為我們的細胞要被刺激 它才會做事 你要Active這個細胞 必須要負重 要給它撐住力量 所以你會發現它只要有走路 有運動 那個骨骼就會強壯 好 我們來看第三個 似懂非懂的醫學嘗試 對 蔬菜汁可不可以取代蔬菜呢 對不對 這題很瞎 很瞎喔 對 因為我覺得 當然不能取代啊 怎麼可能 可是會覺得說 應該不行啊 怎麼可能會取代呢 很難啊 很難啊 不過我偷偷看過答案 你說我們的製作小組多厲害 它每個答案的答案都不一樣 到時候我們應該把每個答案都念一下 我們製作小組很厲害 對 我們也沒反的 所以蔬菜汁可以取代 答案結果是可以 那也不對 好 因為纖維是非水溶性嘛 去炸的蔬菜汁幾乎是不含纖維 就是把纖維子去掉了 對 沒有纖維素了 另外在炸蔬菜汁的過程裡面 維他命C損失兩到五成 因此蔬菜汁很難完全取代蔬菜 而且我 蘇主任要問你為什麼 炸成汁了以後 維他命C損失兩到五成 就一半都沒有了 其實因為你去炸汁的過程裡面 它接觸了空氣 或者說又氧化了 就是會被氧化掉 我們只是打成果汁這個過程 短短兩三分鐘也就沒了 對 然後我們會比較強調就是說 今天不管是吃蔬菜跟水果 其實咀嚼的這個動作 其實是有助於你更多營養素的吸收 大家會覺得說 我用喝的不是很快嗎 快速吸收 而且就特別市面上買了這蔬菜汁 但實際上很多的實驗告訴我們 咀嚼在對像體重的控制 還有健康的維護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所以還是要多咀嚼一些 我們常常說喝酒喝酒 交進應酬對不對 但是我們常常喝完了酒以後 就覺得要喝一杯濃茶 或者是烏龍茶 就能夠解酒 這到底對不對 說說要說問他就知道 真的嗎 好 謝謝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現在這個季節 應該是蘿蔔的一個產季了 所以我們有一題是說 晚吃蘿蔔早吃薑 是不是真的可以保健呢 陳吃三片薑 如何喝人參湯 另外一個說法是 東吃蘿蔔下吃薑 不饒醫生開藥方 這個都可以請蘇老師幫我們解答 因為這些諺語 老一輩他會講 可是他也說不出個道理 可是蘿蔔不是含嗎 對 我蘿蔔含 然後薑我們是不是女生的時候 都在晚上就是薑加黑糖下去 泡來煮來吃 所以我都是晚上吃怎麼辦 對啊 怎麼吃 對啊 晚上喝薑 應該也OK吧 蘿蔔幫我們解答一下 其實蘿蔔是一種季節性的蔬菜 那當然就是說 中國人對蘿蔔來講 其實外國人看蘿蔔是OK 就是蔬菜 可是中國人看蘿蔔 很多人是會覺得它是冷的東西 所以通常吃這種冷的東西 所以胃寒的人就比較不適合 那我想這個都是個人體質的一個關係 那薑本身其實它就是一個比較燥熱的 所以有時候就是會 像說你做月子的時候 就會用這種薑來做一個補 爆老薑 對不對 不過薑本身因為它本身有這種薑黃素 所以薑黃素是一種很好的抗氧化劑 其實對身體健康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剛才可以看到就是說 早上吃三片薑 然後就是會比較健康 如何喝人參湯這樣子 其實薑看起來也長得像人參 所以它也是很補的這種東西 所以我想吃薑是鼓勵的 不過就是說薑要看每個人可以接受性 因為它會有辣味 如果你不習慣吃辣的人 就是不要太勉強 我想這個吃的食物都是可以因人來 老師老薑比嫩薑好嗎 對 我想問 就老薑是不是又比嫩薑好 我是覺得以西方的觀點來看這個薑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只是說一個可能放比較久 一個種的比較久 它就是一個老婆跟一個年輕的 那當然年輕的好啊 對啊 吃起來嫩度不一樣對不對 可是我們如果要浴寒的話 好像是要老薑去爆香 但是老的就是它會比較有保護性 因為比較穩定 所以有保護性 我只能是這樣確實 我們來揭曉答案 可是等一下我現在問一下說 老薑的話 會不會對胃潰瘍的人 胃不好的人 其實會刺激比較大 是 就是這種辛辣的東西 基本上對腸胃道的黏膜 是比較有刺激性 所以我想要看每個人提起 那時候要那邊也有一個 當然一個 就是我們常常吃秋刀魚烤的 對不對 但是我們吃這個就要配這個 白蘿蔔泥 那一個問題又來了 這個白蘿蔔泥呢 我們吃秋刀魚的時候 白蘿蔔泥要吃的量要多少 才是剛好 為什麼要放白蘿蔔泥 因為吃秋刀魚的時候 白蘿蔔泥要越來越多越好 因為秋刀魚容易烤焦 那烤焦之後 這個胺基酸 會因為預熱而分解 產生什麼呢 自來物質叫什麼呢 亞硝基胺 那這個東西呢 白蘿蔔泥裡面 有一個非常豐富的維他命C 那量多可以阻礙這個 亞硝基胺的產生的過程 這不知道是對還是錯 我吃秋刀魚 人家只會給我檸檬片 跟胡椒也 白蘿蔔泥 這個又是一個迷失 我覺得有時候這些東西 都抓不到重點 就是說重點在烤焦 就不要烤焦就好了 或者是烤焦的時候把它挑掉 我覺得又吃了烤焦的 就已經致癌了 然後你再去想辦法 我覺得很奇怪 就好像說我人好好的 那沒事要拿一支刀來戳一下 戳了受傷再拿那個什麼膏藥來貼 那不是很離譜嗎 多此一舉 多此一舉 這裡面講說維他命C 是不是這個維他命C 可以阻礙這個亞硝基胺的 產生的過程 它是抗氧化的功能 這個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上次在節目裡面有講過 硝酸鹽跟亞硝酸鹽 那你如果說是這個硝酸鹽 變成亞硝酸鹽的時候 它有一些氧化還原的反應 所以一些抗氧化劑可以阻止這些 所謂的氧化還原的反應的發生 但是我並不希望是說 從這個角度來 重點還是不要吃烤焦的 所以我們晚吃蘿蔔早吃薑 我們來看看答案 其實是可以 可以這樣做的 主要是因為蘿蔔它含有碳水化 維生素C 那香豆酸等多種的胺基酸 可以增強腸胃蠕動 加強它的吸收 晚上吃可以改善腸胃功能 讓我們大腦和人體充分的休息 那生姜含有揮發油 那麼這個薑辣素素脂澱粉 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興奮腸胃 那起床之後呢 吃幾片生姜 可以增強病能力 就是抵抗這個疾病的能力 應該這樣講 那促進身體 進入興奮的狀態 這還有另外一個講法 就是說上床蘿蔔下床姜 真的啊 這個說法 有 農茶可以解酒嗎 農茶可不可以解酒呢 應該可以 可以嗎 應該可以 你的實驗是結果 因為我很少喝醉啊 對我來講 解酒這個事情 解酒唯一的方法 就是少喝一點 但是我如果喝了 我就不太容易醉 因為酒量是謙卑不醉啊 但是我的同事們 我的朋友們 經常喝了酒 就要去喝茶 喝茶 就是因為什麼 尤其是像我們以前 跑警鎮啊 派書所啊或警察裡面 喝完酒之後 就是在報公室裡面 就一定要泡茶 泡很多的茶喝掉 那我還想可能是因為 喝了很多茶之後 會利尿嘛 然後呢 就把很多的酒精把它帶出去 是不是因為這樣 然後酒就會醒了 好 我們來看答案 我們先看答案 等一下請專家來幫我們解讀一下 那確實真的是沒有辦法 不能耶 不能啊 喝濃茶它不但不能解酒 因為酒精對血管刺激很大 如果你心臟功能不好的話 因為濃茶含有咖啡碱 可以興奮你的心臟喔 那酒精跟咖啡碱一起的話 會加強刺激你的心臟 那濃茶的茶碱呢 它會加速你腎臟的利尿作用 反而會讓你的乙泉在 沒有辦法完全分解的時候 由腎臟排出來 反而會損害腎臟 你看證實我的一句話 可以讓你興奮 然後反而又會損害腎臟 男人不懂都裝懂 真的 潘老師他這講法 對嗎 那事實上是這樣 就是我們的酒精叫乙醇 乙醇呢 經過第一段酵素變成乙泉 再經過第二段酵素變乙酸 到了乙酸之後呢 這水溶性很高 水溶性很高的時候 才能夠融在尿裡面 由尿液排出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是 有的人喝酒會點紅的是 是因為它第二段酵素非常的爛 就是當你的酒精喝進去之後 它代謝成乙泉的時候 如果你不馬上把它代謝成乙酸 這乙泉就會引起點紅 所以因此這個臉紅呢 就是因為乙醇累積在身體裡面 所造成的 而這一個就是一個什麼代表 代表你的第二段酵素很爛 所以只要臉紅的人呢 就應該是不適合喝酒的人 真的啊 是不適合喝酒的人 所以經常有人講說 臉一喝酒就紅 表示代謝好 什麼乾脆 結果不是 這亂講 完全亂講 因為 因為乙醇對身體的皮膚 都是會有這個所謂的過敏的現象 所以它會變紅 會變紅 那通常來講 像3D 就是我們的這個原住民的朋友呢 他是爸爸媽媽 不是染色體是兩條嗎 對 成對嘛 爸爸媽媽兩條都有這個酵素 所以他很強 那一般的我們的漢人 在平地的漢人呢 通常是只有一條有這個酵素 所以就比他弱了一半 那如果有些人很特別是兩個都沒有 那就非常容易紅 就一點點就紅 有人還一聞就紅 就是一點點就紅 對 我碰過 所以這個是絕對是要特別小心的 所以因此從這個地方來看呢 不管是第一段酵素或第二段酵素 都跟茶沒有關係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茶可以幫助第一段酵素 還是第二段酵素 對 你還不如吃一些有酸的東西 比如說像那個檸檬啦 或者是水果啦 他有一點幫助他的作用 是不是我們還不如喝白開水 就等於把那個酒精稀釋一些 他其實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在腸胃道裡面 就是說我們人很奇怪 就是我們真正感受到酒醉或不酒醉 是在腦袋 腦袋 對 那但是這個腦袋的酒要倒的話 要靠血液送上來 對 那因此我們的胃有很大的容量 所以當你的腦袋已經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這個胃裡面可能還在喝更多 因為你腦袋還沒有達到最高點的時候 你認為還喝不夠 對 可是你喝很多的時候 胃積了很多的酒 然後還沒吸上來 所以當你到頂的時候 你已經覺得不行的時候 胃還有一堆 再衝上去 結果就過量了 他很瘦 一般都是這樣 所以最後的時候 腦袋就會發現不對 腦袋一發現不對了 就會打電話給胃說 大哥你不能再來 你再來我就掛了 所以他去幹嘛 去吐 那是腦袋叫胃去吐的 叫他去吐的 因為只有把他吐掉 他才不會繼續昏下去 有時候吐掉真的就清醒多了 不是 因為吐掉之後 腦袋也舒服 不是 因為他吐掉以後 然後就不再吸上來了 所以腦袋從那一點開始 開始往下降 像剛剛是說 有的人臉一喝就紅 酒精代謝的一些問題 那如果有的人 喝再多喝再多 他臉都不紅 是不是也代表他身體有問題 還是這什麼問題 他臉紅主要還是在 為什麼臉不紅呢 不是 你這樣子 臉紅他有幾個動作 第一次喝進來 如果就是說 第二段酵素不行的時候 他乙醛一累積他就連紅 這次馬上會紅 但是接下去以後 你就算這個能力很強 你酒精越來越多 他血管擴張越來越多 他臉也會紅 那叫酒憨而熱 那又另外一個紅 所以這兩種紅不太一樣 你不要把這兩個紅混在一起 兩個紅不一樣 一個是因為乙醛過敏 累積太多產生的紅 那要馬上出現 就是你大概喝個幾杯就會出現 或甚至半杯就出現了 但是如果你喝了很久 也有臉才紅 那叫酒憨而熱 那臉紅是因為血管擴張 但是如果你喝了很久 喝了很久都沒有臉紅 那就不行了 那叫臉色蒼白 那就是完蛋了 有的人喝酒是臉色會變白的 所以我就說你們 你們這中間要加入 一個時間的因素 有一個時間軸在那個地方 就是你剛喝的時間 在比如十分鐘或十五分鐘之內 就產生臉紅 那就是酵素差 那如果說你喝了一兩個小時 臉紅 那個是酒憨而熱 如果喝了兩三個小時變白 我告訴你趕快就醫 那當然那就已經不行了 我們來看看茶 那也有一種說法 是網路上有流傳說 其實茶分很多種 那是不是 什麼季節喝什麼茶比較好 什麼季節喝什麼茶 像我們好像隨時都在喝那些茶 那真的喝茶要看季節嗎 潘老師 我有看到書上是這樣寫 他說因為夏天比較熱 對不對 就應該喝這個綠茶 然後這個比如說冬天 這個冬天比較冷 應該喝這個紅茶 所以這個書上是有人這樣寫 但是我呢 是一種茶打到底 我一年是都喝普洱茶 普洱茶 我特別愛喝普洱茶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普洱茶我是這樣想 就是因為普洱茶是發酵比較多的茶 就是說我們的茶是分 沒有發酵跟全發酵 中間會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發酵時間的長短 還有製茶過程的不同 所以都產生不同的香味 所以這個發酵過程 跟它的這個時間長短等等的製茶方式 都差很多 那普洱茶為什麼我喜歡吃呢 因為我本身的腸胃不好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喝太深的茶的瓜味 那但普洱茶發酵過之後 它對胃比較溫潤 就比較不會瓜味 所以我在任何時間喝這個茶 所以你是為了保護你的胃 對 然後呢 而且事實上普洱茶它經過發酵之後呢 它也有一些營養成分 是跟別的茶不太一樣的 因為微生物它會把一些東西 吃進來之後呢 消化出來的東西 反而對人體會比較容易吸收 潘老師一直在書上說的 我們來看書上怎麼說 對 我們來看 那老師喝的是普洱茶 對 那我們看一下 夏季的時候 因為剛剛老師講的會就熱嘛 那這時候其實在綠茶的部分 因為它有這個氨基酸的礦物質 它有輕熟解熱 止渴生菌 所以夏季喝綠茶是比較好 那另外秋天呢 當然是因為燥氣嘛 好像會有燥 秋燥 所以這時候會口乾舌燥 那麼常常會有一些燥科 這時候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適合喝清茶 就是烏龍茶 半發酵的茶 它可以抑肺跟潤喉 那另外冬天呢 冬天養生要是遇寒保暖 要多喝紅茶 因為紅茶它有蛋白質維生素 可以補充你的體力 提高保暖的能力 但紅茶裡面有這個假鹽 可以增強心臟血液循環 還有類黃銅化合物 可以預防中風跟心臟病發作 原來喝茶有這麼多的 喝茶有這麼多功效 但是它把季節區分 你有這樣必要嗎 我想是應該 如果是以中國人養生的那種觀點 就是不同的節氣 你就應該吃不同的食物 以這種觀點來看的話 如果家裡是真的有賢 有錢的話 應該是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弄 不過我們一般人喝茶 就是用一種很輕鬆的態度 來喝這個茶 因為它就是有香氣 有提神的這樣的作用 其實茶是一個很好的飲料 因為不管你是綠茶 紅茶 發酵茶 其實它含的這種 所謂的很重要的一個成分 就是它含有很多的這種 抗氧化多酚的東西 那多酚這種東西 對心血管疾病的一個預防 對膽固醇控制 其實都有很多的一個幫助 所以我們在飲料的部分 我們是還蠻提倡 這個所謂的這種茶飲料 不過就是說有一些人就會覺得 有些人如果知道茶很重要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那我是不是喝越濃越好 其實就像你喝咖啡 並不是越濃越好 也就是說我們就以適當的一個量 對 那我們這邊有特別要提醒一些人 可能不太適合喝濃茶 一個是老年人 一個是就是青春期的一個少女 那心臟疾病的 還有會溃疡的一個患者 那老年人我們是 因為茶也是健康飲料 但是比較濃 主要是因為茶裡面的咖啡因 其實它會促進你整個的尿液的排泄 可能會增加你鈣質的一個流失 所以老年人我們是鼓勵喝茶 但是適當的量比較好 那少女的話就是主要是因為 她會跟那個鐵結合 因為她有丹磷酸 可能會跟鐵結合 影響到鐵的吸收 所以如果比較年輕的喝茶 你可能就不要在吃肉的時候喝茶 那就是把它分開來喝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一個心臟病 因為它會增加你血液的循環 所以濃茶可能會刺激你心臟的一個跳動 所以也是不建議喝濃茶 那最後一個是潰癢 也就是說今天你如果有胃潰癢 因為它會有丹磷酸 那這種就會刺激你那個黏膜 黏膜的一個刺激性 另外就胃酸的分泌也會比較多 所以我想這幾類人可能在飲用 所以電視機前面的觀眾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這幾類 那我們從小就有一種說法 像我就從小聽到大 就是說小時候胖不是胖 對不對 像這也是一個迷思對不對 小時候胖不是胖 換句話說小時候胖嘟嘟的沒關係 到了大了應該不見得會胖 到這種說法對不對 趕快回來就為大家分析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安德所以其實喝茶是好的對不對 但是就不要過量對不對 但是我們常常有人覺得 我們覺得不要太浪費 所以常常我們大家也喝隔夜茶 對不對 那到底隔夜茶嗎 隔夜茶還是不要喝好了 真的嗎 喝了還是會不建議使用 因為它畢竟還是釋放太多的 已經隔夜了對不對 咖啡茶鹼的部分 對 可是隔夜茶還是有它的用處 李太太來教你們 對 然後它其實它還是 有豐富的一些酸類還有佛類 可以防止毛細血管的出血 還有消炎殺菌 所以我們用隔夜茶來洗頭 可以治療這個頭皮有點癢癢 用來刷牙 隔夜茶洗頭 有耶 其實隔夜茶洗頭是非常好 我試過 而且你的頭皮很... 你是不是還有一個茶葉呢 對 可能要小心 謝謝你我昨天用補耳好嗎 對 然後但是 對 然後還有用來刷牙 可以顧到這個牙齒 刷牙就有束束口 還有清除口臭 對 上次我們教過大家的口 但不然可以洗頭髮 這隔夜茶我有做過特別的研究 真的 因為我很在乎這個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我的茶 都很辛苦買來的 對 那我假設有時候晚上 泡了一泡以後 我剩下的還可以泡兩泡三泡 對啊 我就直接丟掉我覺得很浪費 對啊 我就特別去研究 那怎麼辦 我跟你講它隔夜茶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泡過之後 那個茶開了以後 它一個晚上它容易長菌 會容易長細 一個晚上就長 會會長 因為它太營養了 太營養 它非常營養 所以如果說是你隔夜茶對不對 你如果說是泡過那一泡 你如果不想那個的話 你就要放冰箱 就OK 但是裡面不能有水 因為為什麼呢 不要有水 它中間有幾個關鍵 它現在有幾個關鍵 第一就是你的茶葉泡過一泡 本來正常可以泡兩泡三泡 但是如果說你倒完之後 你這本來可以泡的 你放在那個地方 因為它已經濕潤了 而且它又很營養 所以隔夜會長菌 這是第一個 那但是你如果是已經倒掉了 乾了你放到冰箱去 那就比較OK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呢 如果說你泡的茶 一直放在那裡 那這有第二個問題出來 就是說呢 因為它濃度會非常高 就那個 因為你一直進來 它太濃 太濃以後就剛剛回到 剛剛我們說的老實講 太濃的茶 絕對身體不好 尤其丹磷酸濃度又特別高 丹磷酸濃度又特別高 那但是呢 同樣它也可以長菌 同樣也可以長菌 一個晚上它也可以長菌 所以如果說是 你比如說你泡了以後 然後呢 你覺得這是第一泡 我第一泡我忘了喝 要去睡覺了 那我明天多掉 不是 把它倒到杯子裡面來 把這個茶冰到冰箱去 茶葉 不是 茶葉分開 茶湯跟茶葉要分開 茶湯茶葉分開 就冰冰箱也可以 兩個冰冰箱 為什麼呢 我舉例子來講 你買那個茶飲料不都隔夜 哪一個茶飲料不是隔夜 對啊 我請問你有沒有隔夜 隔很多夜 對啊 那就是熟 所以都在冰箱裡 熟 但是同樣的是 就是它的那個東西呢 它裡面還有加什麼 加防腐劑 防腐劑 對 因為它有加防腐劑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是在家裡嘛 所以你只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水跟葉要分離 水葉先分離 水葉分離之後呢 這樣就不會濃度一直滲進來 然後第二個呢 是進冰箱 沒事 保鮮 隔夜茶是可以喝的 按照潘老師這個方法 其實我們看 茶葉也是很好的除臭劑 對 沒錯 沙牙漱口洗頭髮 比如說穿酒有腳臭有沒有 隔夜茶 就茶葉曬乾嘛 也可以 把茶水 然後直接泡在腳 那個腳 你把它泡在裡面其實還不錯 以前我們茶葉還做枕頭啊 好香的 對 茶葉枕嘛 又講到最後 又講到我的好玩的地方 我剛剛不是茶葉跟茶湯分離嗎 對 然後分離之後 後來腦袋不行 我忘了冰冰箱 有會嘛對不對 那那一杯茶呢 就放在那個桌上忘了 結果你知道我 隔天早上幹嘛 你知道嗎 我刷完牙拿來漱口 真的是嘴巴很清香 但當我試完之後 因為我怕細菌 所以我還用白開嘴再吸 再吸 因為那一杯茶湯太營養了 它沒有放進那個冰箱 我怕它白 就是在整個晚上會長菌 尤其灰塵那一大堆 它那個灰塵掉到那個茶湯裡面去 好爽啊 這麼好的環境 對 要長菌 我怕 但是我又捨不得丟 對 我拿來漱口 所以茶葉真的是好東西 我們今天學到好多 對 對不對 學到解酒的也學到喝茶的 對 我們節目最後還有一點時間 請胖老師給我們一個 寶劍士小丁寧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到說 很多的這個謠言傳言 其實你如果沒有深入去引經據點去探討 其實你很難知道答案 對 不過但是至起碼就是說 我們今天也告訴大家幾個重點 比如說我最強調的是 絕對不要再吃生雞蛋了 因為其實問題很多 因為你要曉得 我們在做疫苗的時候 我們那個病毒是放在哪裡 你知道嗎 拿那個針 把那個病毒打到雞蛋裡面去 讓它在裡面長 它長得很快 所以當時你記得在台灣 我們的那個做那個 就是H1N1的時候 我們台灣不是有一間公司在做嗎 他就買了很多雞蛋把它打進去 對 所以你生雞蛋 我跟你講喔 真的是不能隨便吃 所以大家不建議大家去看 我不建議 那裡面有很多病毒 那剛剛在節目 我們剛剛有預告說 小時候胖不是胖對不對 這是我很有興趣的 結果證實小時候胖不是胖 到了也會胖 才怪 真的是這樣子喔 你就證實肥胖細胞 在兒童青少年的時候 它就會持續增加 到了成年之後 細胞數就會固定 所以看到之前講說 小時候你就把這個脂肪 好像儲存越來越多對不對 不是 它細胞會變多 你一般在18歲以前 如果胖的話呢 它的脂肪細胞是變多 但年紀大的時候變胖 是脂肪細胞變大 所以因此呢 你小時候如果胖的話呢 你就有那個potential 因為你的倉庫多 所以你的potential 變胖的機會會更高 所以意思就是我們青少年青少女的時期 最好不要胖 對 最好不要胖 對 最好不要胖 最好是不是說 出生的時候就決定了嗎 其實不是只有小時候 其實不是只有小時候 出生就決定了 對啊 養白白胖胖的娃娃 有時候也不要太胖 所以我會出生4700克 你要胖到現在 所以你看 你要4700克 對啊 4700克 難怪我確定 從來沒瘦過一天 你也是想說胖的嗎 不是 我姐姐 她從小就是胖 然後到現在還沒有瘦過 王睿瑤 你要講王睿瑤 對 胖 最胖要快胖 其實你胖不胖 其實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就已經決定了 基因就決定了 那我們一般的想法就是說 你出生時候的體重 也就是說大於4公斤以上 其實就可能未來就會胖 可是也要注意到 你太瘦的時候 太小的嬰兒 其實未來也會變胖 小於2.5公斤 反過來也是 他就是會 雖然他出生時候 體重是很小的 但實際上 他在未來發生肥胖疊力 因為大家都想說 趕快養胖一點 對 不錯 對不對 所以對來瘦瘦藥是 就超過4公斤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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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